车子抵达西周街目的地 但蔡姓女子就是不愿意下车 也不肯付车资 看到警方前来更开始胡言乱语 警方好言相劝 但蔡姓女子依然不断咆哮 还在车道中来回穿梭 警方只好请她回派出所查证身份 但这时女子忽然情绪大暴走 开始对远警又抓又踢又咬 造成远警手部局部红肿和擦挫伤 考量女子情绪不稳 警方立刻对她实施保护管束 并通知119强制就医 警方提醒拒付车资涉嫌诈欺犯罪 民众遇到时因和平理性处理 也强调警方对于暴力等滋扰行为将积极搜证 依法研办到底不容有重大违法脱续事件发生 记者顾灿永台北采访报道